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这样也好 也许她就会随时出现 看不见杜鹃的时候 我总是这么想着 杜鹃不是她的名字 我只是在心里这样称呼她 遇见杜鹃前的一个月 我总是这样在港岛来来去去 我住久了 工作在久了 可晚上总是会坐天行角落 在皇后码头上岸 一路沿着天脚走去半山一带 大部分时间就逗留在那几个街区 最近常常下雨 周围的著名建筑都笼罩在渔屋中 不太看得清楚 有一天是一个周六 那里很多人都亲切地说着不见话 为此我在那里逗留到凌晨三点多 就是那一天 我遇见了杜鹃 我喜欢你 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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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梦里看到有个人 他从背后抱着你 他说你啊你 你啊你 你已出动了我的神经 哦 有一天 我看见你在马路的对面 你这对的什么人 你那痴痴的眼神 有人黏着甘甜王宝的新闻 他很快就习惯我走在他的身边 像看一个摩托那样看他 我答应独卷 下一次会给他拍照 但是我从来都忘记带上香气 后来 我只是在附近看见他 都是在后半夜 也都是他一个人 我们总是离得很远 每次想走近和他说话 却赶不上他大地势离开了四肚 终有一天 我在塞凤遇到他 那天他穿了红色的蕾丝裙 这样特别的装扮 一定是对他重要的什么人过生日吧 排队结仗时 他无所事事的样子深深吸引着我 看着他熟练的给出现金的样子 跟他常常来这里买相同的东西 后来 我跟着他去了一间club 在门口等他 今晚我想再见他 他终于出现 看见我时的表情让我明白 他一直知道我的存在 你住哪 我送他 他不看我 也不和我说话 我无数次追上他的脚步 却又跟他渐渐走远 他想变了一个人 这却叫我越不爱他 我得说一下 你去过上海吗 有一年 你送我爱的人去哪里工作 我不关心杜建的过去 只是我觉得对到上海 他会和我说些特别的话 现在结婚了 那我们再见 她是我有个妹妹 她跟我长得很像 我想见她 性格和我不断 她很单纯 比我有两次 我根据她体重的理性 找到你俩百货公司 她就是石榴 这也是我给她取的名字 那天我骑着带了相机 正在角落里拍她 偶尔我也会这样 突然进去 觉得走过她的身边 她却总没有发现过我 最后一次 我故意暴露了相机的存在 她惊慌地看着我 甚至小兔那样没有防备 那晚我一直没有离开 让她打热慌张 没有特别的用意 只是想等她收工 送她回家 我一路跟着她 经过她跟她家过的人去 为什么要跟我 别踏了别踏了 我要站那摩托 你怎么信你啊 因为我是很不上海来 我们约了三天后的晚上 进行一次试镜 来来来 怎么上去了 谢谢 谢谢 别走啊 别走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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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